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副主任张小斌昨天上午在例行发布会上介绍 交通运输部一直在大力推进交通易卡通互联互通工程 到11月底将有20个城市率先完成重点公交线路的交通易卡通系统升级改造 和实地测试初步实现互联互通